功夫巨星成龙新作《急前锋》将于国庆党上映 影片中成龙大胆启用新生代演员 如杨阳 徐洛涵 朱正廷等 阿靖对这些人并不熟悉 网友们对于龙叔这一举动也是众说纷纭 更有甚者大胆猜测龙叔有意培养接班人 看到这个猜测 阿靖查看了一下演员表 将目光放到了一个演员身上 他就是开心麻花亲为演员艾伦 并非阿靖觉得艾伦适合接替成龙 而是阿靖看过几部艾伦出演的作品 觉得他是一个有实力 有演技的演员 这里是《秘境寻踪记》 本期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艾伦从沈腾配角到独康大旗的人生历程 艾伦 中国内地演员 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的艾伦 一心想成为影视大咖 然而现实总是那么的残酷 带着资料跑遍各大剧组 即使偶尔被安排角色 也是那种没有镜头对白的路人角色 06年 经《开心麻花》签约导演彭大摩推荐 加入《开心麻花》团队 随后出演舞台剧《倒霉阿祥》 正式出现在大众视野 自加入《开心麻花》团队后 不仅频频出现在舞台剧 话剧中 也常常参演一些影视作品 如08年伦理情感剧《男人底线》 我就是想多挣点工资 然后攒钱买个房子 周末能去下个馆子 给媳妇买个能嘚瑟点的衣服 我的事都是小事 找样压死 而真正让艾伦名气大增的则是小品 11年 宇王宁 长远出演小品 《落叶归根》 获得第三届央视小品大赛三等奖 12年 搭档沈腾首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出演小品《今天的幸福》 此后 多次搭档沈腾 玛丽登上央视舞台 被称为小品界的黄金搭档 15年 名期大长的开心麻花进军影视圈 艾伦出演喜剧电影《夏洛特烦恼》 剧中饰演大春 不得不说 艺术无界限 多年的舞台剧 小品的表演 使得艾伦演技得到质的提升 将大春的憨沙老实表现得迪迪极致 此后 不仅继续参加小品 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影视上 如16年出演大鹏工作室喜剧 若是如此 春节档 喜剧电影《欢乐喜剧人》 古装网络剧《欢喜密探》等 虽然多年来艾伦各方面的表现 都得到观众认可 但依旧逃不开沈腾配角的影子 或许在观众心中 艾伦只有和沈腾搭档 才能有出彩表现 正如达叔 只有和性业搭档的作品 才能收获一致好评 殊不知多年来艾伦已经逐渐成长 在喜剧片中可以独挡一面 17年主演《玛格丽特的春天》 实验婚纱设计师张大成 同年主演喜剧电影《羞羞的铁拳》 剧中男女角色一秒切换 让大家不禁感慨 曾经的稚嫩少年 已成长为演技老练的演员 改片上映后 取得22亿票方成绩 艾伦也因此获得 第九届澳洲国际华语电影节 最佳男演员奖项 使得艾伦撕掉沈腾配角的标签 但不得不说 该剧剧情难逃恶俗低质套路 反而被沈腾的特别出演 吸引了观众目光 成为剧中一大亮点 18年参演沈腾喜剧电影《西红柿首副》 亦改往常憨傻逗逼形象 出演恒泰队队长高燃 多年来的磨练 使得艾伦各种角色都能拿捏得当 但在阿静看来 艾伦还缺一种创新能力 一部好的作品单靠演技 是撑不起整部剧的 而新颖的题材 则会为这部剧加不少分 也有网友表示 看开心麻花的电影 就像是看一本《笑话大全》 虽然搞笑 但都是玩过的梗 缺乏心意 此次国境档极先锋艾伦的出演 不禁让阿静有些许期待 希望艾伦剧中可以有所突破 成就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这里是秘境寻踪记 你对这个阳光帅气的艾伦 有什么看法呢